十天内两度被吃霸王餐让店家气炸了 五名客人到屏东后壁湖一家海鲜餐厅 点了大份的生鱼片、火海鲜还有热炒 总共2200元 结果吃完之后人就离开 店家发现的时候想追上钱 但人已经不见踪影 目前店家也把监视器画面PO上网 希望他们可以快点回来买单 由于这已经是店家十天内遇到第二次 客人没有付钱 表示以后外场客人将采取先结账 在永辰 三男两女吃饱喝足 趁着店家忙碌慢慢离开店里 一行人到停车场牵车 没多久扬长而去 等到店家一回过神 才发现他们根本没结账 收完才发现说 诶 客人呢 那五个后面那个是没有买单的 对 那追出去的时候 其实已经没有看到客人了 16号下午正好遇上假日 人潮众多 后壁湖这家生鱼片店 消费的客人也多 这五位年轻男女和另一组三人客人并桌 消费2200元 饱餐一顿离开 疑似吃霸王餐 点了大份生鱼片一盘 然后跟大份鲑鱼生鱼片一盘 然后还有柏海鲜 对 然后一些热炒 他们那天这样吃了2200元 店家将监视器po网 希望他们尽快回来结账 这已经是两星期内 遇到第二次客人未结账就离开 如果说在盼不到 我们就是会调其他人口的监视器去查到车牌 然后寻到车主 相信人性本善认为只是一时忘记付款 店家未来也将采取做外场的客人先买单 避免同样情况不断发生 记者苏世伟 屏东采访报导